房市新闻轻松讲 建案消息随便聊 泡杯好茶 你先来收听的是房老吉 关心你的房市幸福 我是房老吉 我是大院子 好 再变积了 专家接打草房条例上路 市场三变 内政部日前预告了 平均地权条例打草房的 修法配套执法 最快会在五月底上路 那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 专家就表示 新法上路一定会对 国内的房市产生冲击 目前可以预见的 就会有三大的变化 第一点是 房市即将会重新进入 一年三万栋以下的寒冻期 专家表示 这次平均地权条例修法 主要就是要见指 预售屋市场中的投资客 一般市场的认知和观察 过去两三年的 这类投资客占市场比例 可能达到二到三成 那新法上路之后 在严刑俊法下 这些投资客 一定是逃之夭夭 之前30栋以上的房屋 买卖移转交易量 打掉这二到三成的 假性需求之后 整体的房屋交易量 缩小将会成为常态 30栋以下的年交易量 预料会持续 二到三年一段时间 他刚刚讲的这个东西 第一点嘛 其实稍微降温了嘛 其实已经从去年开始 就是我们去年在三月 讲的会开始降温 但是去年在下半年 九月份十月份的时候 真的感觉到明显开始冷却了嘛 那他说房市将重新进入 一年30万栋以下的寒冻期 其实在平均地铁条例实施之前 景气的状况 跟整个大环境的状况 已经让房市冷了 但是你不能说 这个法令是没有用的 它就是加剧它的效果 在这段时间 他再把这个法下去 把一些短期的投资客减少到两三成 也就是说他认为 这两三成的投资客 就已经离开市场了 可是我们知道的是 比较有经验的投资客 在前面已经感觉到大环境的变化 就已经获利了结了啊 那剩下一些比较新手的投资客嘛 手上可能还持有嘛 但是你现在法令实施 其实暂时市场上本来 就已经很少投资客了 你这个法令实施 是因为你实施 让这个市场上 这两三成的投资客离开 还是景气呢 这个有待商榷 有待思考 但我知道的是 正式实施之前 目前来看 因为你这个法的实施呢 很多投资客呢 是无硕即既往 言行俊法 你这样讲 没有真的 因为你原本套在手上 你还在烦恼说 啊 惨了 第一波 聪明的投资客已经卖掉了 那我现在我手上的 我还卖不掉 我该怎么办 酝酿说 那真的没有办法 我是不是要断头了 我是不是要 认赔杀出 对对对对 那现在呢 政府告诉你 不用挤 不用怕 不用怕 我们挺力 政府给你做靠山 我们不溯即既往 所以在实施之后 市场没有再过多的 短期投资客 你这个法令是有功劳的 但是现在看起来 就这两三成的 短期投资客 因为你这个法令 而产生这样的结果 我没有办法很认同 那第二点呢 第二点是 豪宅市场 即将变成 饥饿 司法人一直是 台北豪宅市场的 重要主力 许多富人 以法人公司的名义 来购买豪宅 一来可以节税 二来可以赚价差 三来可以为 多余的资金来找出路 那新法限制了 司法人共治 住宅许可制 富人对于豪宅的兴趣 势必大减 但也因为 目前景气并不差 有钱人的口袋很深 也不会随意的抛售 价格不至于到大跌啦 不过豪宅将沦为十之五味 弃之可惜的 鸡肋 这个不用他特别讲嘛 就是说 有钱人他真的够有钱 我没有急着要卖啊 而且再来是 我要卖 我也没有那么多人来跟我买嘛 对啊 就是特别的产品 贫数特别大嘛 那你说现在因为抑制了 那豪宅市场 可能就要冷却了 那对于这些有钱人怎么样 不怎么样啊 我就顶多不买豪宅而已啊 我买别的嘛 我们也不要说 仇富心态去对他们啦 因为他们生而有这些东西嘛 真的没有办法啦 人家可能上辈子 有烧香了 但是你有没有反观 你自己 你可能有别的啊 你有特别漂亮的眼睛 对啊 或特别幸福的家庭 特别挺的鼻子 之类的 是不是 你好虚伪 我的都很表面耶 我的都很真心耶 不真的啊 或是说你家里养了一只 特别听话的狗 你有啊 别人没有啊 你有时候要看看自己有的东西嘛 你去跟一个比起来 会让你不幸福的人比 那你不就是自己找麻烦 你有时候可以跟一些幸福的人比嘛 比完以后 你自己感觉 哎 蛮幸福的 这也是换个方式来去看嘛 所以豪宅市场 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讲 你可以去忽略它 你暂时先不用去管它 豪宅市场长得跟什么一样 暂时你也不用去理它 你要专注的是在 我们现在买得到的市场嘛 那我如果跟你讲说 那没志气 那我的目标是 伊隆马斯克要火星 那我要冥王星 这就是我的目标 目标也可以很 很宏大 就是说以我来讲好了 你达得成道冥王星吗 可能百年后吧 飘过去 但是真的是有点难嘛 我目标要定的宏大 没有错 但是你不能大到一个夸张 是你完全触及不到的 但是好像伊隆马斯克 他在下这个决定的时候 好像一般人也认为他达不到嘛 但他相信他自己做得到 而且他也努力去做了嘛 但是你说我要去冥王星 我相信我做不到 所以这个就不用多讲了 那下一点是什么 秒杀案即将成为绝想 这次修法除了重罚炒作 还有设立高额检举奖金制度 重赏之下 许多人跃跃欲试 因为检举成功一次 可能就有自备款了 这将过去房市流行的 夸大不时宣传 比如说安排人肉业去排队 对外宣称秒杀热销等字眼 即将从市场上面消失 卖房者业者会更加的谨慎 小心来卖房子 在这点我又有不一样的看法 因为他的讲法 感觉好像变成是 当时就是因为讲这些秒杀的字眼 所以房子都秒杀了 或是说限量 我找人排队 房子就秒杀了 那为什么不大家都这么做 现在还没有开始罚 你现在也可以这样做 那你就有办法造成秒杀的案子吗 没有办法 这个不是说投资客 他们去演这出戏 你就能成功的 不是这样子的 他是其实整个市场氛围大环境影响 不管你是我们之前讲到QE 热钱等等 然后有些产业发展起来了 或者说在疫情期间 大家不能出国 没有地方花钱 刚好你手上有点存款 你节省了很多开箱 我们去看看房子 越来越多人 重点是当时要去短期炒作 是有人愿意接手 是有人抢着要 大家的心态跟氛围是 我好像要赶快买一间房 有这样子的氛围才会 有秒杀这件事 所以秒杀是现象 不是广告 对 你看为什么会造成说 好像我应该有间房 我房贷利率低到跟什么一样 这个时候 不买房还要干嘛 对啊 是不是一个蛮好的投资 换个角度来讲 那个时候 有人借钱去玩股票也赚钱 有人借钱去买房子也赚钱 在那样子的环境氛围底下 你觉得会不会很多人 想要愿意进去投入房市 你认为你自己不是短期投资客的人 你只是想说别人都在赚 我也想让自己轻松一点 赚一点点钱 我能骂你是短期投资客吗 不行啊 因为你可能也只是跟风 但是你可能真的赚到钱了 你看到有人赚到钱 你不会想要去赚钱吗 很多人进台积电 在这几年赚不错 你是相关科系的 你不想进去吗 不是相关科系的 你会觉得说 他们真好 收入真高 这是很正常的 我认为不是因为这个东西 造成这个秒杀案绝想 秒杀案现在已经绝想 因为环境不一样 那你今天即使是法案下去 好 重罚短期炒作 假设我今天买 我就让他乘污 但是我乘污之后 我被你克了45%的税 我还可以获利 那你觉得 我有没有可能拿来卖 如果市场氛围是这样子 我还是有可能 如果说今天卖给买方 我跟他讲说 不好意思我不卖 因为我现在缴45%的税 没关系 你只要卖给我 我45%的税 我都帮你出 如果说市场热成这样子 你的产品 这个夯成这个样子 你觉得那个时候 你会不会卖 你还是有可能卖 你还是有可能炒作 我觉得那个是市场造成 而不是说你今天法令执行了以后 他们全部都跑了 或者说这些投资客 在那边讲说 我们要排队 我们要秒杀 房子就炒作上去 那建商就专门的培养训练 就像各级的政党政府 在训练网军一样 最近不是一个网络剧吗 什么人选之人 训练网军 训练这种专业的投资客的网军就好了 那这样子房价不就炒上去了吗 事实不是这样子 但是它有没有加剧的效果 有 我们有的时候看到房价这么上去 人总是要个出口 骂政府 骂建商 骂投资客 总是要骂 你总是要个情绪的出口 你应该也知道 其实这个严格来讲 受美国那边的影响有点大 这能说什么呢 我骂美国 美国会不会理我 真的不会理你 所以你总是要一个出口去骂 没有错 骂完之后 我们自己心里面也要知道 不会是单纯只是投资客去炒作 就让这样子的状况成型 它绝对是你的整个环境要符合 就像病毒资深一样 你的环境要符合 它才能够越来越多 这样子 这个给大家一个理性的思考 我没有帮任何人讲话 但是房价过度的涨 大家都完全负担不起的时候 这是不健康的 但是我们也要认清 事实的状况 并不是只是这些人 去做这样子的事情 就可以单单靠他们 把房价炒起来了 如果说他们真的可以的话 我认为国家应该给他们多点点钱 派他们去中国大陆 拼命在那边炒房 炒到整个中国大陆 把经济垮掉 是不是 那我们这样就很好了 那大陆整个变很穷 没有办法再威胁我们 是不是 就派他们去就好了 我跟你讲 你这一集准备忙 太激 你太激进 上述是开玩笑 那天做梦 梦到的 大家这个只是一个梦境分享 好不好 大家不要较真 那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边 好 谢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 房价老吉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